我稍微練一下 練習一下 我稍微示範一下 手怎麼樣練 後面看不到可以站起來 前面不要站 練腿的時候 基本上 他會要求 用手這邊的力量 用右手,如果你是用撇子就是用右手這邊 左撇子用左手 然後 以順時針的方向 把土往下擠 然後再把用四隻手指頭 把土帶起來 再用剛剛這個支柱的地方 往下擠 你們如果有布的話就不會黏桌子 因為老師現在這個 這個桌子沒有布 他會一直黏桌子 好 原則上練完之後 他會成為一個追劃 基本上在練土的過程中 就可以把裡面的空氣給擠掉 練土最主要的目的 除了讓黏土的 軟絲硬度均勻之外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把裡面的空氣 完全的擠出來 好,沒關係 你們現在先 先玩一玩 你要做桃之前 最起碼要先 喜歡吃一點 吃一點 貓斯太有個人了 哈哈 貓斯這麼壓 全世界最大的 好啊 來 來 沒關 來看一下 你都在一起 這個,它壓完之後會呈現一個像菊花板的樣子 所以就是菊花鍊,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這個,沒關係,你就練習弄弄看 弄不出來也有關係,因為這有點難度 我們玩中,來,來,給人家,應該是給人家 給人家,謝謝